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 一群超人 英雄之路啦 那今天要來看大家看一下 這個深淵模式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目前來說深淵模式有這個深淵奧運 持久戰略 從深淵模式第一層開始生效 敵方角色受傷降低50% 從第二回合開始後 每回合都會流失33%的最大生命 不會吃死 然後再次體力流失 從深淵模式第二層開始生效 幾方角色每回合結束生命後 後損失25%最大生命值 會先損失護盾 所以有一些能夠用護盾的角色 應該會比較幫助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是這個 致命轟炸 從深淵模式第三層開始喔 戰鬥到第三回合結束 所有幾方角色受到300%最大生命值的這個傷害 並暈眩一回合 哇哩咧 然後目前來說是有限定陣營的 哇 哇 所以我這一次 沒辦法用龍捲了 OK 好 沒問題 這遊戲是不是知道啊 是不是知道大家都在用龍捲 所以就不給用龍捲了 哇 這個 這個很帥耶 這個 我先看一下喔 如果只能用這些的話 那我應該就是 同地組合要走起來了對不對 有點麻煩囉 各位這個 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這個 沒事 那我們就先這樣 我們 我們最強的超能系列被 被弄爛啦 各位 這怎麼玩 完了 看一下這樣能不能吧 好不好 垂流先下來好了 先這樣看看能不能吧 好不好 不能就算了 哇 來看一下 哇 這場面也太帥了吧 整個直接燃燒起來了耶 目前感覺起來應該還算是OK喔 好不好 雖然沒有龍捲 但是其實我們的二隊跟三隊 這個強度應該還是夠的 應該還是可以打出一篇好成績的 拜託了 有 撞死 可以 然後我們還會繼續損失生命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要叫角色出來了喔 我感覺好像沒什麼好叫的 好像沒什麼好叫的耶 完了 繼續走 對啊 他們好像 好像沒什麼好叫的 哇 那我覺得人家趕快把垂流練出來耶 因為垂流的話基本上他 就算被損血對不對 他只要對面打我們 只要格擋我們就可以就是 再回血 這些是很不錯的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 球棒 他也會回血所以還行 整隊都帶會回血 就不用擔心會扣血的這樣子喔 來來來 哇 好恐怖耶 我的天 這個不知道打完會拿到多少很棒的獎勵耶 這個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有拿過的話也可以分享給這邊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打到最後一層 最後一層感覺會降超多耶 而且他還會讓你暈眩耶 這應該蠻噁心的耶 雖然我們現在好消息是 我們感覺對面打我們好像都不太痛的感覺 所以他這個是隨機的嘛 有時候會換成就是那個嘛 有時候會換成就是那個超能力之類的 所以你可能還是要練蠻多一些其他的一些 種類的角色耶 但因為我們現在比較爽的就是 我們現在純能系角色很多啊 哲平抽的超級無敵多 純能系角色也都有練這樣子 直接把爺爺吞進去裡面然後 他不是有護盾嗎 直接不讓他爽 有沒有 吐出來再把他給打死 哇 好帥喔 他這個頭像是那個嗎 是我們那個嗎 就是那個什麼 怪人組織的那個頭嗎 蛇王 蛇王嗎 我忘記他叫什麼 大蛇王是不是 就是那個大鎔眼旁邊的那隻 也是被曲老師一下就打死的那隻 可是他最後好像沒有死透對不對 沒有死透然後去弄那個 去弄我們就是那個大鎔眼的那個女性模式 喔 來囉 附身在第一排的擊放英雄 防禦加150% 被擊回能加20點 OK 沒問題 這個 好像不錯 其實我覺得大鎔眼的那個 妹子型態很正耶 我的天啊 他好像還是那個 還是吹雪的這個同學這樣子 好 沒問題 捲爛 開吞 一開始能夠先開大招我們就很爽耶 這直接吞爛耶 好像還洗哪個 我覺得難度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誇張 我以為難度可能會跟我們就是那個什麼 會跟我們那個 會跟我們那個就是漫游一樣 目前來說最難的大概就是那個漫游了吧 那個漫游真的是 難道很可怕 但是很High好不好 那個漫游 來 哇 全部都打一點點而已 沒辦法直接打死 豬神要準備開吞了嗎 地球的意志 開吞 呵呵呵呵 如果對面死掉的話 他直接把他吐出來耶 超好笑的 很像那個吃壞肚子然後直接 狂吃猛吐這樣感覺 這個什麼意思啊 術 術敵光劍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巨變核心 戰鬥中幾方每擊殺一個敵人盒 提高自身普通攻擊的能量恢復 好像這個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是打完之後會給我們嗎 還是就是這場的這個戰場效果 有可能是這場的戰場效果吧 我覺得 應該是 氣勢也蠻龍捲風 開捲 沒問題 然後這邊就沒得選了 好像就是那個大型那個方塊現場的那個 能夠選而已 其他都沒辦法來選 開扁開扁 先吞這個獨角先 爆石 我覺得豬神真的好有趣喔 他直接把人家吃進肚了 吃進肚肚裡 完全沒問題 瘋狂連打 可以喔 他是吞幾回合啊 兩回合是不是 好像是耶 哇 他吐完之後再過去打那個 那個囚犯一拳 太神了 那是敏捷型英雄傷害加60%暴擊 我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敏捷什麼東西鬼的 好不好 不管了 我們就直接選一個 全體基本上都能夠加的好了 我覺得全體都能夠加的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因為他們好像有 因為我們現在雖然是全能系的角色 但是他們好像有一些那個 就是額外的一些什麼 敏捷屬性來跟什麼的 我就沒去看了 但我覺得就是用我們那個最保險喔 啊哇 旁邊有這個大型醫護士耶 好猛喔 哇 那個大型醫護士超帥的耶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不用那個 先不用毀 我們先 先那個 先打完 你看我們現在真的是瘋狂一直在被扣血 先找一些能夠自己回血的角色就對了 沒有錯 都會回血 把龍捲也吞掉 不過後面兩隻好像就慘一點點 惡狼好像會毀 童帝好像不會喔 好 童帝打爛 沒問題 然後又要被扣血了 OMG 好痛 很痛耶 但是他不會致死啊 不會致死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 資料片跟這個我應該選這個吧 這幹嘛的 哇 這個好像還不錯耶 部分在前排的幾方全部陣亡 死後方的這個單位 重重傷害降降60% 幾方受到生命效果的提高60% 生鬥開始時所有敵方角色生命上限 減少25% 是不是放血比較好啊 但是還是回血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還是 還是用一些能力好了好不好 用一些能力會比較好 什麼意思 補給只在當前功能中生效 離開功能頁面就沒了 這什麼意思 從背包選一個交易 喔 要選一個交易是不是 看一下喔 再次補給時應該是這個吧 再次補許時 因為我們也不一定能夠補給嘛對不對 來來來來 先讓他們扣血 反正我們這邊蠻多角色都會自己回血的 我應該不用怕 阿怎麼沒有扣 還是我誤解他的意思了 什麼意思啊 阿門二郎 我們二郎跟那個不見了耶 兩隻困一隻喔 哇 不是吧 吹血可以一隻困兩隻喔 不是 為什麼 我們二郎沒了耶 壞 二郎沒了耶 這樣咧 不可能啊 真的耶 直接扣血扣死了耶 完了 白癡了 你要小心了 先這樣子吧 不是耶 阿不是說好那個了嗎 阿不是說好是扣對面嗎 怎麼是扣我們自己啊 太87了吧 阿不是 不是說好扣對面嗎 好像是我自己在被扣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他還有那個護盾 扛住那個 豬神的吞吞耶 完了這邊豬神應該要下去了 哇 豬神 噗 不行耶 我感覺這個有點難耶 豬神跟 波羅斯換位置好了 我們先讓大家回好血量啦好不好 先回好血量 這不回起來很尷尬 哇 豬神去哪裡 哪邊都會開始打他耶 太慘了吧 哇 Oh my god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吞那個龍捲的喔 吞那個吹雪的喔 別死 豬神 你別死 吞 吞不了 吞不了 有人在那邊耍雞婆 吞不了他 完了 哇 真的還是得去一下醫護室耶 我的天 那不去醫護室好像會很慘耶 各位 快 回血 回血 相信你們自己 趕快回血 吸收回血 吸收回血 球棒會自己回 OK 好 那個一直扣血真的很誇張 戰鬥結束後上陣所有為偵老的英雄 恢復己已失生命的這個 這應該不錯吧 這個 這個 這行 我要先來補一下血 不補血不行啦 真的不補血不行 我後面很多補血 補血的耶 後面超多補血的 好 走進 然後 惡狼怎麼好像也沒補滿 他是上場的角色才會給你補是不是 太小氣了吧 蛛神繼續 其他隻沒補阿 好像有啦 不是 我知道為什麽了 白痴 因為 惡狼開場會扣自己的血量 你們知道嗎 所以 所以惡狼剛剛一開始 自己扣自己的血量然後扣死了 你們知道嗎 是這樣子的意思啦 好不好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 笑死我了 白痴 惡狼自己扣血扣死自己了 因為他每一次戰鬥開始的時候 他都會先扣自己血量 有沒有看到 對 他會先扣自己血 我以為他那個扣血會把自己給扣死喔 我以為他會扣到一個臨界值 就不會再加上去的耶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會 把自己給扣死耶 太可憐了吧 太好笑了吧 因為惡狼就是自己先扣血 然後後面的話可以靠自己的吸血吸回來啊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的話 就像結束的時候都會一直扣我們的血量 所以沒辦法吸回來 這很尷尬 是不是還有吹雪在我們肚子裡面啊 對 吹雪還在我們肚子裡面 突爛 不是吹雪 童地 結束挑戰跟繼續挑戰 繼續挑戰 喔 他還有二隊耶 完了 我們這樣可以嗎 我們的二隊 呃 試試看啊 我們二隊有用嗎 交給垂柳了 別人打他都會扣血 別人打他都會回血 交給垂柳了 那是應該讓垂柳站第一排啊 應該是ok吧 米沙爾哈夏 這個模式其實真的還滿有趣的 而且會越打越難 主要還是說是因為他會持續扣血什麼之類的啦 我覺得會扣血的都很麻煩 就已經可能就要用一些能夠回血的角色來弄了 打完之後兩個就可以加滿多東西了 那我們這邊應該是還可以那個吧 可以可以 我們還可以用原本的隊伍 可以可以 nice 哇 希望二郎不要扣到一個掛掉耶 太好笑了 好 先吞一波龍卷 龍卷吞起來 節日大燒到我 龍卷風 龍卷 不是 剛才童帝是不是飛起來啊 他整個被炸飛的感覺耶 好好笑喔 好 開決 沒問題 突爛 再見啦 他現在都 哇 他現在都有兩個耶 他現在都是一次要打兩隊耶 各位 哇 那我覺得這個最難的就是 你持續時間他會扣血 然後再來就是 你基本上要打兩隊啊 應該有兩隊有練的 沒問題喔 我們這邊的那個 垂柳 被打到就回血 被打到就回血 好不好 盡量打 而且我發現我其他隻其實 也都還滿強的耶 就是以打這個副本關卡來說 應該都還算滿強的 好 來來來 這個是第三階模式的耶 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已經進到第三階了 開吞 吞地 童帝直接不用表現了 直接被我們吞爆了 童帝 氣勢 胖伯龍 全風 打爛 轟爛 剩這隻了 好險現在都有吸血吸回來啊 他把別人吐出來再給人家一拳耶 超兇的 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把這個打完了 好 先來回個血 然後我們再選一個這個晶片 戰鬥開始時第四回合好像有點太那個了 首次使用主動技能的話 己方 有這個防護罩 OK 那我們就把 把戰鬥中幾方擊殺一個敵人提升自己 這個吧 這個 選擇補給 兌換 賣問題 抓起 來了 最後一怕了 各位 先放大招就會產生護盾 吞 地球的意志 我們把那個普通攻擊的那個換掉了喔 哇 這一次暈得很徹底喔 哇 打不爆啊 哇 我們的節日大騷動跟 跟抓癢一樣啊 爛 哈哈 有沒有聽到那個爛嗎 吃完妹妹再吃姊姊 可以喔 吃完妹妹再吃姊姊 欸 怎麼炸這麼多 等一下 剛剛那什麼意思 我們怎麼突然損失這麼多血量 不過我們打贏啦 可以喔 好好玩耶 這個模式 但是好恐怖喔 打贏啦 謝謝大家 那這就是我們的深淵模式啦 大家如果打贏強者之路的一般的模式 可以來挑戰一下我們這個深淵模式囉 那深淵模式你能不能用什麼組合來打這個模式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給大家知道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請下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沒錯 précéd飛機 我們正確定的發熱